喵 喵 學姐說的是 學妹 你最近是不是有點太天然呆了啊 太真囉 大家都相信囉 很多人跟我說 跟妳溝通妳都聽不懂欸 學妹 在職場裡面很多口是心非 妳要變明是非啊 今天學姐就來幫妳加工一下 學習一下 首先就跟妳講一下 同事之間的一個善意謊言 我個人最愛用的 抱歉我會議中晚點回妳喔 喔 會議中 always會議中 你聽到會議這次自己就要知道 他就是現在沒有時間看妳的東西 或者是他也可以衍生 比如說我會議遲到了對不對 其實因為我們不想開這個會 對 我還在前面跟別人聊天聊得很開心 發現天哪有一個會議我已經遲到十分鐘了 這時候我就會口癮然後說 Hello everyone 抱歉我上一個會議delay了 其實就是說 天哪妳這會太不重要了 我剛剛聊天聊得正開心晚點到應該沒關係吧 那就是我喜歡用的妳有沒有什麼分享 妳跟同事之間的前台詞 我自己很喜歡就是別人跟我提議的時候 我會說 我很喜歡這個提議 那我再跟我們內部部門討論一下 天哪我懂 因為妳有時候不好意思當面拒絕 有時候可能不是同一個公司的人 對 妳只好說 我覺得這很棒喔 我很喜歡 但是我們內部可能要討論一下這個執行的可能 不太確定我身體的內部有沒有喜歡啦 對然後這時候就回家休息 然後等到時間到了說 他們說不行 他們好煩喔 我也沒有辦法 我覺得學妹妳要抓到一個重點 其實學姐也不是很喜歡騙人的 對我們只是因為要注重這個和諧嗎 對妳知道公司和諧是什麼嗎 什麼 是Harmony Harmony就是韓文的老奶奶 老奶奶妳有看過很衝突的嗎 沒有 老奶奶都是很和諧的嘛 所以妳要注重跟大家的溝通 對妳要記得這個重點好嗎 還有一個也是一個善意的謊言 什麼 我現在這個已經正在做了 喔我懂 就是有時候別人問妳進度 然後妳想說 挫賽這個還沒做 我正在做了 這個有在進行囉 我再幫妳問問 全台灣最常用這個謊言的人 是早餐店阿姨 怎麼樣 她說妳吃這種妹妹 喔蛋餅有在煎了在煎 騙人煎台上面明明就只有火腿跟培跟我的蛋餅還沒 然後默默就看到她在罵後面那個阿伯 培跟蛋餅啊 對 培跟蛋餅啊 連阿姨都懂的道理妳不懂 妳不懂了解 妳要給它PICK UP學起來了 好啦還有一個啦 什麼 全妹那個很快可以跟你借個五分鐘嗎 我跟你講可以跟你借五分鐘的意思就是說 我要把妳騙到一個勇無止盡的討論 快點來吧 的那種感覺 這聽起來真的非常恐怖耶 什麼事情可以討論五分鐘 除了訂飲料之外 而且我跟你講 有時候可以疊對疊 怎麼樣 譬如說她有時候敲妳這樣登登登說 可以借妳五分鐘嗎 這時候妳就說 抱歉我會一樁門回妳 噢 憋起來 一空抖鏡 一空抖鏡抬回去 哇塞 學妹妳認真聽 妳就賺到了 對我跟妳講 有時候謊言疊對疊 她先說謊 妳說一點謊沒關係吧 OK的啦 而且我剛有聽到妳剛剛上線聲音是登登登 我們沒有討論這一塊的意思 好下一個 -我沒有收到你的信件耶 -我跟你講這個真的太遲了吧 -這真的不行 -誰會沒收到信件啊 -我不相信 -他還要裝得很真喔 -對 -哪一天你跟我說幾天幾分記得 -我找我現在找 -因為我真的沒有印象有看到這封信 -而且他們會顯得真的很苦惱 -天鬼了怎麼會這樣啊 -怎麼可能系統是不是盪掉啊 -就你 -你最佳女演員 -你頭腦才盪掉吧 -還有下一個也是有點惡意的 -怎樣 -這件事情沒有你不行耶 -拜託了啦 -OMG已經從謊言進入到情樂的部分了嗎 -對 -這真的太負擔了吧 -這很負擔 -我覺得學妹你真的要搞清楚 -這都不是真心的喔 -老闆有很多的謊言 -什麼你是說 -沒事就早點下班喔 -這怎麼 -沒有是更進階的 -現在網路上很多那種 -三明治溝通法老闆非常喜歡 -什麼是三明治溝通法 -就是可能先講一句好話 -再講想要你改進的 -再講好話這樣子 -大家就會不會被傷害到 -喔 循序善誘 -對 但我現在發現說 -這些老闆他沒有很在意那個皮跟線之間的關係 -什麼意思 他們會怎麼說 -他們有時候會說 -客戶覺得這個很棒 -對 -就是中間那個梗改掉 -後面跟產品再有關係一點 -前面凱朵再強烈一點 -其他都喜歡 其他都棒 -那不是全部嗎 -那就是全部 OK -這不是三明治 -根本潤餅啊 那個性都爆出來了好嗎 -這台真的爆漿包吧 -對 這已經爆漿了老闆 -這就跟我說 -欸 我喜歡你的五官喔 -要是你可以再開個眼頭 -擱個雙眼皮 -刪根筆拉一下 -打兩劑BOTEX -我覺得完美 -你根本就沒有喜歡我了 -你根本不喜歡我 OK -你覺得我很醜 -學妹你以後聽到的時候 -真的不要被騙好嗎 -這是老闆的謊言 -我自己研發了一個秘技 -就是燦效拒絕法 -燦效拒絕法 -就說所有的拒絕的時候 -都要非常的燦爛笑容 -你都因為很正向的感覺嗎 -好沒有看法欸 -我好打你喔 -我覺得你真的很棒 -可是時辰沒看法 -我覺得 -我覺得大家驚呆了吧 -老闆我真的很想做 -可是我今天沒有要加班 -老闆我很喜歡這天 -可是我今天真的做不完 -真的沒辦法欸 -我覺得大家會驚嚇過度 -以至於找別人幫忙 -他會覺得你已經瘋掉了 -再也不找你 -再也不打擾你了 -你確定學妹有辦法抓到那個精髓嗎 -學妹加油 -接下來要分享一些進階版的潛台詞 -而且它特別會出現在email裡面很可怕 -我跟你講有一個我個人最討厭的 -就是 -請知悉是什麼意思啊 -請知悉其實就是從外文翻來的FYI -你看中文都是博大精深 -一個字可以對應到一個字母 -這厲不厲害 -所以是 -這三個字代表什麼意思 -我也不知道這封信在講什麼 -但是我覺得好像跟你有關 -請你從頭開始看 -如果後續有什麼問題發生 -跟這封信有關就跟我無關力喔 -天啊這中文言文欸 -對所以這些就濃縮成請知悉三個字 -非常博大精深請小心 -有時候我寧願它是至少是給一些 -比較明確的三個字 -比如說SOS啊 -OK -或是OMG啊 -這比較有意思FYI -我真的搞不清楚是什麼意思 -即將來一個非常難做的大專案OMG -對這樣比較好吧 -或者說隔壁老闆就是被別的公司挖走了ORZ -這樣至少也有一個感覺吧 -ORZ也是有一點年代了啦 -不要再說了OK -還有一種我覺得也很麻煩 -就是在信件開頭寫 -我們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通常那個CC那邊就會帶很多老闆的名字 -就說 -我已經跟你說了唷 -如果你沒做就拿這封信打死你 -你剛剛是 -戎摸摸摸嗎 -不是 -這什麼宮廷劇之類的 -你每次看到如所談 -你就覺得他就是在寫一封證據而已啊 -沒錯 -這三個字也是非常可怕 -大家要小心 -還有一種突然想到加碼 -好加碼 -就有時候會說 -這封信是一個Soft Remind -Soft Remind還沒回復人 -趕快回復我唷 -裝親切 -裝親切 -因為其實背後就說 -你們這些死討厭鬼還不給我回信 -這是不是加入很多你自己個人情感 -沒有大家都是這樣子的 -我已經訪問過很多普羅大眾 -OK我了解了 -就是越強硬的東西就要講得好像 -越親切 -對不能說我很生氣 -你要想說 -我只是溫馨提醒你哦 -對然後越曬的東西 -要講得好像沒有什麼 -學妹今天講那麼多重點 -你都閉起來了嗎 -請窒息 -不好意思可以打擾你五分鐘嗎 -很快 -抱歉我現在會議中晚點回你哦 -笑臉 -好的那就再麻煩你了 -因為我們已經向團隊提議說 -您是這個專案的最佳人選 -謝謝你們的支持 -這件事我會再帶回去 -跟團隊討論回覆給您哦 -說到這個 -不知道上次那個日期確認了嗎 -問號 -哪一封信啊 -我好像沒有收到耶 -就是昨天早上寄給你第二次那一封啊 -笑臉 -啊收到了 -我們正在進行囉 -再幫您確認 -這樣大家學會了嗎 -喔不好意思可以跟你借五分鐘嗎 -五分鐘就好了 -對啊我把手機響了 -太過分了吧 -這什麼新技巧 -不是 -他剛剛沒教耶 -他剛剛 -他剛剛真的響了啦 -現在去下載Hummy Video -並訂閱Kat -就可以搶現14天 -今天先說看到學姐的內容囉